這個內容的部分 因為這個協國好像說當時候是 就是主要的產權的 是由你這邊來輪到 那認為說六千萬跟 好像是這個六千萬的 就是就是由你這邊來輪到 希望說你把當時候產權的主要把它講清楚 那對於這個協國的情況你怎麼看 這個部分我昨天已經說過了 那今天早上他其實又開了一個直播 然後他 對對 這個聽說昨天晚上深夜 他開了一個直播 然後謝斯比利 這個謾罵 那有無眾看到 都覺得說 這個謝國雄市長是不是瘋了 是喝醉酒了還是 嗑藥拉K 我想 身為一個金融市的市長 這樣子真的是 有點失格 我自己身為金融市民 對這樣子的一種 他的一種表現 說才覺得還蠻丟臉的